台北市路平專案又有新利器 台北市政府呢 从今年四月开始 推动了卫星定位巡查车 上头是装置卫星追踪功能 它可以放大萤幕 检视路面的状况 只要看到坑洞呢 就可以立刻的拍照录影 不过民众还是不看好哦 因为他们认为 台北市的道路实在是太长 修修补补 不过路还是不平 前方有规裂 巡查人员在路上巡逻 只要发现路有不平 不管是坑洞还是路面军列 只要按下按钮 另一头监控中心 就可以马上掌握状况 看到位置 照片 以及损坏类别一目了然 以往的这个道路巡查 都是属于人工巡查 跟灯载为主 那它整个时程上 就会拖得比较长 我们目前要求是 要在一个小时之内 要把这个动作完成 为了加快查报及维修速度 台北市政府推出 12台卫星巡查车 四天一巡 每台都装有GPS卫星定位系统 查报坑洞加修复 一个小时就可搞定 而巡查车无法到达的人行道 及道路附属设施 厂商还自行研发APP 除了巡查人员 未来里干事也可以自行下载 提升查报效率 以前巡查员就看他们用那个纸本 就带着然后在路上 然后拍照 想说是不是可以自己来 写一次这样子的程式 就不用回来 又再去做第二次的处理 施工的地方 都是坑坑洞洞的 我感觉是只是喊口号吧 觉得没有用 跑一跑没多久又挖了 名状不看好也不是没原因 因为台北市道路实在太长 修修补补补 道路安全大受影响 只希望这个查报新利器 真的能发挥加成作用 还给市民完善的道路品质 有点TV张崇敏正希台北报道